这个风景如画的地方叫园乡 位于杭州市西湖区的双浦镇 园外马路上的车流喧嚣 把这里衬托得宛如市外桃源一般 这位东北小伙叫李远明 是双浦园乡项目的合伙人 他曾经是一名驻守边疆的军人 大家好 我叫李远明 来自吉林省较格市 我曾经服务于黑龙江省边防总队 东宁边防碾压站 首位边疆与俄罗斯人打交道 就是我们在中国的这边巡逻 俄罗斯人军人就在对面巡逻 退伍后远明在亲人的建议下来到杭州 他对双浦园乡可谓是一见钟情 我从小生活在农村 对农村有些深厚的感情 当我来到南城来面试 发现这边就是一个城销结合体 既有乡村的美 也有城市的一些规划 我发现这个就是我想做的一个事业 南城杭州双浦园乡 规划面积近三千亩 是南城集团振兴乡村建设的一个重要布局 即绿色农业 亲子教育 餐饮娱乐等功能与一体 致力于让年轻一代在学农和玩耍中清静自然 健康生活 通过农业打造一些景观一些产业 锤钓也好餐饮也好 包括亲子活动也好 结合在一起打造成了一个现代农业观光产业园 对土地天生的热爱 加上在工作中的不断学习和钻研 使远民积累了丰富的农业知识和技能 基地里的花草作物多半是由它亲手栽培 介绍起来也是如蜀家珍 这边就是我们的菜园 然后这个呢 这个叫胡葱 然后那边呢就是东北的大葱 这种胡葱呢就是我们在杭州种吃那个葱油拌面 葱油拌面上里面那个葱呢就是这种葱 对 大家看看这个啊 这个就是朝天椒 它可以这个辣椒啊会借出来五颜六色的辣椒 一来到田间 之前还略显腼腆的小伙儿变得滔滔不绝起来 这片基地里的蔬菜种子都是它从全国各地精选而来 不少还是杭州市面上看不到的西汉品种 也成为元香餐厅的一大特色 看看我们的西葫芦宝宝 看这边都有西葫芦宝宝了 过节段它这西葫芦就可以长大了 紫色的土豆 还有红色的土豆 这两种土豆呢可能在市面上不是很常见啊 紫色的土豆呢 它在体内呢还能发现素比较多啊 拍摄进入收尾阶段 远民开始在它的地里巡视起来 它时而像一位慈祥的老爹照看着小苗 时而又像个天真的大男孩 骄傲地向我们展示它的作品 因为这种是水果玉米 它特别喜欢长这种澀枝 要把这种澀枝给它分掉的 很大 很古古的 你们回家再把这个皮仔的剥开 就可以炒碗传豆吃了 哦 你直接吃啊 嗯 可以直接吃一下 哦 别看我们的豌豆小哦 它真的很好吃的 真的很好吃 你们可以尝一尝 嗯 直接啃 我们放心 从边疆岁月中走来 远民用它军人的爽植 它是真实与果敢塑造的这片土地 而土地则以它的宽厚与丰富 回馈给我们无限温暖 蓝城市里的大学校 我们都是它的学生 在这个公司里面不断地去学习 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在给老板打工 都是在给自己打工 我们就是蓝城的一个合伙人